奉劝周围这些强化战士不要来抓我 不然待会会被议论乱秀啊 等飞仔跳上来 我来跳过去表演一波乾坤大挪移 三菱调先到个安全位置观望一下 谁跳上来就赏他一个沙包大的拳头 糟糕赶紧遛开 前面一个飞仔 我直接跳过来跟他来波近距离接触啊 踩在头顶上这老弟居然毫发无损 你敢信呀 哎走一下 这后面的怎么还在追啊 左右摇摆滑蝉 怎么前面还有人 再来个反滑 就这样跑下去是不能甩开他们的 都换一条路线 继续往前 哎这里又有人堵着 还好有个小走围扭一扭 把他的爪子扭开 然后到前面是一个拉开身位的点位 准备再跳回来 爹有很多丧尸是吧 我就故意跟你们擦身而过 哟吓我一跳 这场上的生法仔有点多啊 这局就这样玩下去 估计是变不成猎手的 哎小心有个飞仔要爬上来 爹的小丧尸别放弃操作啊 还是可以努力一下 说不定能抓到我呢 感觉对于他们来说有点痴心忘想 再来个三连跳 这底下数了数 眼睛瞪着我的大约就有五六只丧尸了 准备他们跳过来的时候 我再跳回去 待会他们肯定会从左右两边同时进攻 还是先走为妙 子依刚刚说的果然没错啊 这局就剩下最后20秒钟了 就算变猎手又能砍几只呢 是不是 还不如再回去再把他们秀一顿 这个点位一旦稍有失误 等待子依的就是后面丧尸无情的铁爪 又上来的很快 特意一个滑铲 滑到一半觉得刚刚有点丢人 准备回头用拳头消灭他们 这就赢了吗 刚刚也不过是秀了十几只探尸罢了